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 目前全球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趋势 就是那个金和会就是OECD 它的那个景气先行指数 9月低于100融枯线的国家增加到31个 就是他们统计对象的占了82% 也就是说陷入经济衰退的迹象 已经扩道到全球大概有八成的国家 都有这样的迹象显现 It is sadly a statement of the obvious that the global economy continues to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Russia's unprovoked, unjustifiable and illegal war of aggression continues to rise Global growth is slowing down continues to slow down and confidence has weakened inflation has become broad-based and persistent and in response, central banks have been raising policy rights and global financial conditions have tightened significantly 那这样的比率其实呢 就是跟去年就是一年前相比是15%而已 现在是82期上升的速度非常的快 经济衰退讯号就是在已开发国家当中 扩大到美国 德国 英国 这些欧洲国家 那新兴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像希腊智利这些也都更明显的出现 像他就有说超过八成的情况 其实只有2000年以后 还有美国那时候雷曼危机 和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有这三次出现过 那现在又出现这样的现象的话 是不是只有这个美国停止升息才能够解决 那如果美国还是决定持续升息的话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刚讲这个情况了 美国升息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就是当美国升息的时候 美元就升值了 美元升值同时呢 又让借贷成本升高 所以全世界的其他国家 就同时面对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国家的货币 编值而且资金外流 第二个问题是 他的国家借贷成本 也开始跟着升高 而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 本身就对很多企业 产生很大的伤害力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企业要顺利的经营 利息成本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融资成本很重要的一部分 另外是他要达得到钱 他才能够顺利的周转 现在如果钱也跑了 而且借钱的成本也高了 很多的企业就会经营不下去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就会使得很多的国家 很多的企业都遭遇困难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别的原因 什么原因呢 一个原因就是 欧欧战争之后 能源价格大涨 能源价格大涨 当然在欧洲是特别明显 你看像德国这次 萧茨带着那么多的大企业 到中国去投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德国已经活不下去了 他根本拿不到能源 拿不到天然气 他根本无法让他的工厂运展 所以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地方 可以让他继续生存 那当然求之不得 因此而是它能够 不得了 我会有很多一个非常深刻的 感情 和我们的关系 我们来谈论 关系 我们的重点 和我们的关系 和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可能性 我们的关系 继续发展 一定要有关系 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 我们有不同的关系 发展 这是一项的好好的 关系 我非常愉快 我现在说真的 很开心 欧洲不只是德国 很多国家都是如此 所以这次的这个能源的危机 使得很多国家 它的经营发生困难 所以大国如此 其他小的国家也必然是如此 只要是它在能源的成本方面升高了 而且取得发生困难了 他们都会让它的经营 会遭遇到很大的打击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粮食危机 因为在乌俄战争之后 我们看到一方面就是 粮食的输出碰到困难了 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是很大的 这个粮食输出国 所以粮食输出碰到困难 另外俄罗斯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化学肥料的出口国 而且它是化学肥料的原料的重要出口国 所以当它的粮食跟化肥 都开始受到障碍的时候 粮价就开始快速上升 很多国家的人民就会开始发现 要不然它是没有粮食吃 要不然它是买不到粮食 买不起粮食吃 这个粮食危机就使得很多人开始陷入贫困状态 甚至难以生存 所以单单是把美国升息这个因素拿掉 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所以可能俄乌战争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如果美国可以停止升息 俄乌战争能够停止的话 这个问题就能够大部分的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对抗 它把全球的供应链破坏掉了 供应链破坏掉之后 生产成本在任何国家都开始升高 而且很多的物资取得都发生困难 很多企业的经营也发生困难 其实这个情况在台湾现在已经感受到了 所以这个因素还跟欧欧战争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跟美国还是有关 所以未来更长远而言 这个美中之间的对垒 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几乎是固定的 确定的而难以解决的 我们今天的会晤 我愿同总统先生 就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问题 及重大的全球和地区问题 一如既往的坦诚深入的交换看法 我也期待同总统先生共同努力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造福两国汇集世界 Well, President Xi, I'm really glad to be able to see you again in person and I believe there's a little substitute though to face-to-face discussions We share responsibility in my view to show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manage our differences prevent competition from becoming anything ever near conflict and to find ways to work together on urgent global issues that require our mutual cooperation 拜协会看可不可以和华一点 老师觉得有可能吗 我想美国是铁了心了 就是不把这个老孩子打下去 他是不会停手的 就像这次美国这样力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他原来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 因为早就可以让这个战争和平停止了 但是美国源源不绝地用一百多亿美元的武器 不断地去支援乌克兰支持他去跟俄罗斯对抗 大家都知道什么原因了 就是他连这个已经不再是霸权的俄罗斯 他都不要放手 他把他彻底的打垮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为了维护霸权 他不惜任何代价 那中国跟俄罗斯比起来 那是简直是小物见大物相差太远了 所以如果连俄罗斯他都不放过 他怎么会放过中国呢 尤其他觉得好像现在他越打越趁手 他还用了各种手段 慢慢都发生威力了 中国已经感受到很大的困难 所以未来他势必是下更重的手 他的目的就是有朝一日要把中国打发下去 在这个目的没有达成之前 我相信他不会停手 所以拜席会可能就是两位领导人表演的舞台而已 其实我觉得这个拜席会最重要一点就是 习近平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 绝对不容忍台独 就这件事情 我觉得除了这个 他们再也没有谈别的东西了 而且美国立场不会退 然后中国大陆立场也不会退 所以他们两个再去怎么谈 都不会有什么具体的政策或者方向 如果说他们原意有的共识 那共识就是这一点就是 美国的这个中国政策始终没有改变 而中国大陆的台独政策 也始终没有改变 就这样子 我们在中间摄影棚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这一组是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水神乌滑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